在广州的街头上 一位年仅八岁的小男孩 每天放学后帮妈妈卖乳菜的视频火了 网友纷纷为这位懂事的小男孩伸出大拇指 视频中的这位小男孩名叫诺诺 四年前 单亲妈妈带着他从四川来到广州生活 母子俩靠着卖乳菜为生 每天在附近的小区门口摆摊 小男孩从小就很懂事 从四岁起 就每天到店里帮妈妈卖乳菜 洗碗 搞卫生等 特别是上学以后 每天放学回家 他做完作业后 就第一时间来到卤菜摊前帮妈妈的忙 只见他拌菜 加调料 搅拌 打包装袋 一气喝成 动作咸熟 然后面带微笑的弟弟客人 口渴了 就拿起瓶矿泉水喝两口 然后继续帮妈妈 饿了就捧几盒饭快速挖几口 垫点肚子 看到有客人来了 就马上放下玩块 然后卷起衣服一抹嘴上的牛 又继续干活 由于天气炎热 他的脑袋已经被汗水浸湿了 头发一柳一柳地粘在脑门上 有人问他累不累 小男孩说 我不累 可妈妈都累瘦了 我多做一些 妈妈可以少做一点 休息一下 暑去东来 转眼见 小男孩已经坚持帮妈妈卖乳菜四年 每天他总是抢着帮妈妈干活 饭菜装盒打包 打扫卫生样样都会 吃饭时每次都会给妈妈加菜 妈妈口渴了 就给妈妈递食 冬天 小男孩拿着妈妈衣服给妈妈披上 怕妈妈动着 一个小小的举动 感动了无数网友 他从不会向妈妈要零食货玩具 也不会抱怨妈妈没有陪他玩上 他说 我要陪妈妈 我要帮妈妈赚钱 他的一言一语 藏着对妈妈浓浓的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